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日葵姐姐 宝宝们 今天夏日葵带你们去看最后的几只小动物 大家一起跟他们做个戏 现在你们准备好跟小动物们一起去玩了吗 先去看一看小豹子 小马最骄傲了 它认为自己是跑得最快的动物 运动会就要开始了 拖动一只动物到场景中 和小马比比看谁才是真正的冠军呢 小马跑得那么快 我们得找一个可以比过它的小动物 到底哪一个小动物跑得也很快呢 让小豹子试一试吧 豹子 哇 豹子跑得真快 晚胜小马 豹子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小豹子赢了 豹子太棒了 它赢过了小马 豹子是猫科豹鼠的一种动物 豹的颜色鲜艳 有许多斑点 它们身材矫健 动作灵活 奔跑速度快 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小动物了 下面一起看一看 起鹅吧 鱼是很多动物的最爱 瞧 冰窟窿里有好多小鱼 可是这里是南极 非常冷 拖动一只动物到场景中 看看哪种动物才能吃到这些鱼儿呢 这些小鱼看起来非常好吃 不过南极这么冷 大家都不愿意下去抓鱼 谁可以吃到鱼呢 小企鹅跃跃跃跃跃地想要下去 让它去试一试吧 小企鹅真厉害 在冰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 一下子就捉到鱼儿了 小企鹅小企鹅 摇摇摆摆下冰河 企鹅有着海洋之洲的美称 它们是一种最古老的幽亲 大多数种类的企鹅 分布在南半球 它们不能飞翔 脚伸在身体最下部 所以呈现直立姿势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它们的背部是黑色的 腹部是白色 羽毛间存留一层空气 用来起到保温的作用 所以它们可以生活在南极 不用惧怕寒冷 这有一只小熊 瞧 那么多蜂蜜 味道一定很不错吧 可是蜜蜂会遮人的 拖动一只动物到树旁 看看谁能吃到蜂蜜呢 小猴子那么的灵活 就让你来试一试 看一看可不可以偷到甜甜的蜂蜜吃呢 小猴 小猴慢慢地把手伸向蜂蜂 啊 它被遮出了一个大包 小猴子被蜜蜂遮到了 它跑得远远的 赶紧躲开蜜蜂 再选一个小动物吧 让熊来试一下 熊 嗯 和脂肪可以保护它 不被蜜蜂蜂遮到 熊平时还算温和 不过要是受到挑衅 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 很容易暴怒的 打斗起来非常凶猛 不过在马戏团 可是很受人们的欢迎 宝宝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 你们想要认识更多的小动物吗 如果想跟我去了解其他的小动物 请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夏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